记者张义成宜兰报道,宜兰县苏澳镇制成路镇进行人行道改善工程,路间每20公尺处设有设施带,但附近居民批评设施带压缩机车足空间,让骑士被迫跟汽车针道,显向还生。 对此,苏澳镇长陈精灵回应,若有一律,会再变更设计。 苏澳镇的制成路为圣爱里、圣湖里、苏西里通行要道,碍于人行道上有变电箱、电线杆、路灯等障碍影响行人通行。 去年底占工所争取到1400万经费,改善玉彩路制成路周边人行道,将路灯变电箱及电线杆外移至长三公尺,宽约一公尺的设施带。 但此举却引发周边民众不满,认为将电箱、路灯移至路间,指示交行人的不便,转嫁到机车族身上,家住一旁的黄姓住户痛批。 这种设计连小学生都会做,这样真的太危险。 圣爱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曾转发批评,制成路上下班车辆多,车速快,又是个大弯道,路间突出一块如同锯齿状,机车通行空间被迫缩减。 曾想法质疑,以后汽车经过,每20公尺就得骑入汽车道,与公车轿车征道,如果不小心发生意外,谁要陪。 对此,陈精灵解释,制成路是汽车混汉道,本来没有设计骂车道,且在施工前,路间就已停满车辆,即使没做改善,机车也得跟汽车真道,更行设计相差无多。 他指出,人情道改善是希望民众通行可以无障碍,3月1日会再召开说明会与民众面对面沟通,若真有危险疑虑,会沿你变更设计。